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C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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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什麼都說意頭 新年會吃蘿蔔糕、年糕 就是希望接下來一年可以步步高升 所以今集《揚揚得意有食神》 會為大家介紹兩款糕點 第一款就是传统的家乡芋头糕 而另一款就是幸福水蒸糕 事不宜迟 不如我们先看看家乡芋头糕的材料吧 说到做糕点, 当然有个高手在 所以我们今集就请了Charles 是, 大家好 我们第一款的糕点 应该相信过年的时候 大家都吃过的芋头糕 对 其实我们自己做的难不难呢 其实不难 你当然说不难 不如看你怎么做 如果我也做到的话, 那就不难了 好… 我们首先是否要拿芋头来切 没错 我们把芋头切到一个很薄的 幼片 其实家乡芋头糕和普通的有什么不同呢 通常大家吃惯的 就像萝卜糕那样 我们今天这个特别一点 会像一个薄薄薄餅 薄薄薄餅 就是要做很多饼, 对吗 有没有见过 我吃就吃的是厚底的 对, 没错 所以今天做过 就试一下这个 又容易做, 对吗 又会较为特色的芋头糕给大家试试 蒸的时候就可以快一点了 如果那么薄的话 但也要计算时间 因为你不是蒸底的 你会蒸很多 多底 没错, 时间其实也不会相差太远 好 材料那些其实也有点分别 你看到我们这个算是清淡淡的糕点 没有平时有虾米, 腊肠那样 那吃就没那么热气了 没错 清淡一点也不错 是 好, 现在切完后 下一步是… 加少许调味 加上砂糖 砂糖 这里是不是也有半斤 没错, 半斤左右 半斤左右 一看就知道 然后这个盐就涨了 太多了 因为盐本身也带了一个咸味 所以不用太多 调味就可以了 胡椒粉也是少许的 是 我们先多拌一下 看下材料比较简单 其实自己也很容易做 是… 肚饿起来也可以自己做 接着我们开一个粉浆 加了一个芝米粉 是 然后加少许这个 半斤 少许几何 清水 嗯 接着我们 加少许的植物油 是否可以滑一点 对了, 没错了 接着拌均匀 是 然后我们把它倒在芋头丝里 然后再拌 然后再拌 是否要再放 然后倒在那个饼底里 没错了 我们要放在一个盘上来蒸它吧 但是这个盘呢 我们是否应该会再加一层油上去 会等它… 加少许油就可以了 没那么容易粘 好 这里是糊豆丝和粉浆 我们轻轻地拌它 是 好 这个油 加了 不用涂太多 薄薄的就可以了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让它更容易一点 稍微把它拿出来 嗯 看到我都好像用薄薄碟来做 嗯 接着我们把这个倒进去 是 刚刚好平 一盘 是 所以我不是说你可能要做很多盘 才够招呼朋友 过年的时候 嗯 芋头丝就可以铺在面上 我们特意铺开它 有没有见过这样的芋头糕吗 没吃过 所以我看到也很想试一下 嗯 一旦试一下有没有味道 好 然后我们呢 把它放入锅中 蒸过20分钟 这样用大火蒸就可以了 好的 好 把它盖住 好,我们等20分钟 Charles 是 芋头糕其实在面上 还可以加什么的酱料或者配料呢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芋头糕 看到那个调味很少 是吧 是 所以可以因应自己的喜好 嗯 你可以加些这个辣椒油 是吧 或者就是辣椒豉油 或者辣椒酱 甜酱也可以 随大家的口味 嗯 哇,好香啊 是不是很特别 没见过这样的芋头糕 对啊 好,我们呢 这个 可以放少许油 这个 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如果加一层油 可以放少许油 薄薄也挺好,容易吃進口 對,我們每年都會吃這個 有時親戚每人都有特色的家鄉菜 或者是甜品 賣相真的很好 例如去親戚家裡會吃這個 去另一個親戚家裡會吃另一個 這個家鄉芋頭糕和平常吃的芋頭糕有些不同 是 大家今年的新年都可以回去試試 一個傳統的家鄉芋頭糕 應該可以收買到大朋友的心 至於小朋友可以怎樣 這個冰凍又醒醒的幸福水晶糕 應該會是他們的心水之選 我們先看看要用什麼材料 約多少次 前 STOP Charleston 是 幸福水晶糕有個都挺特別的 是,一個很溫馨的女孩 是否以前下午吃的 對, 因為過年大家吃了很多 較為漏的糕點 我們做一些清淡的 低色的糕點給大家試試 涼快一點, 入口就會舒服一點 沒錯 我們看看現在怎樣做 好, 我們先加些砂糖 是 還有魚加粉 我們先把砂糖、魚加粉混合 它起粒的機會少一點 然後加少許飲用水 對, 一定要煮過 對, 因為我們用啫喱 我們不需要把水煮滾 對, 接著我們放到熱水裡 輕輕地再溶化 讓它溶化 沒錯 Charles, 這裡用了一半水溶化 另外那一半水有用來做甚麼 其實我們可以用全部水溶化 可以的 只不過我們加熱之後 要很久才攤冷 是 所以我們用啫喱 通常可以這樣… 再溶一半水 再溶下去 對, 接著倒下去 讓它不用攤太久 對, 沒錯 這樣就快點冷 對 對 然後我們加少許白酒 原來這是酒嗎 對 還有我們加少許檸檬汁 檸檬汁 我想問, 如果酒的話 份量是否其實 因應自己個人喜好 看看有多想要多一點酒的味道 沒錯, 可以自己調較 你看到我差不多都一比一 是嗎? 酒和水的份量 是 是 我們把魚乾淨淨加進去 我們還有些鮮果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加進去 它就會沉在底部 是 所以我們等這個啫喱 差不多凝固的時候 我們才加進去 儘量讓它浮在中間 就會更漂亮 我們先拿雪櫃去煮一下 是 Charles 是 即是說其實沒有要冷多久 其實是看雪櫃的溫度 就是因應它的度數 最重要就是半凝固的狀態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就加些鮮果 鮮果其實有沒有說 有哪些不能加的呢? 通常因為它有白皺 我們盡量不要加草莓 因為它就會做到草莓 變成一個魚底色的狀態 是 即是要顏色更漂亮 就避免了 反而我們可以加一些金色 更漂亮 加一點金薄 金薄 剛才的檸檬 就是讓味道更香 清新一點 有些鮮味 是 不用加太多 好 然後攪拌一下 我們準備了一個碟 是 如果你想方便這個脫模 可以鋪保鮮紙進去 是可以的 最後應該是這個 對 紅色的 是否讓它的顏色更漂亮 對,還有一個石榴和糖水 不用加太多一點 滴幾滴 那出來就會有一點紅色 對,有一點紅色的幻彩色 我看到也很想嘗試 好 很漂亮 然後先把它凝固 這個糕點也不錯 過年的時候 親戚朋友來到 很方便可以給他們吃 對,因為通常過年很多朋友來 你會很忙 對 做這些簡單一點的糕點 不會做好大家的時間 對,還有應該是小朋友很喜歡吃 對 不過有酒 所以我們可以因應 如果小朋友要吃的話 可以儘量調較少一點酒 對 可以加上相等份量的水 中和它就可以了 那就完美了 大家可以今年的新年 回去嘗試做這麼特色的糕點 令大家都可以步步高升 快點兒 以前小時候 每逢過年 阿嬤都會買很多蘿蔔回來 我就會幫她刨蘿蔔絲做蘿蔔糕 以前也會嫌辛苦 不過現在長大了之後 覺得新年一家人 去辦個年貨做蘿蔔糕 其實是一個很難得的溝通機會 所以在這裏希望 來今一樣年 你們一家人可以過得開開心心 度過快樂的時光